看看新闻网 由新锐导演徐志强 指导的电影U盘 讲述了一个 由神秘U盘引发的乌龙事件 为了测试影片的效果 片方在看片会上 实施统计爆笑的次数 并对观众进行了 全程秘密录像 从片方发给媒体录像来看 第一场笑是在开场17秒 这就笑开了 请问电影在哪里 老爸 你还那么客气 不愿意叫爸 叫赶紧行 一个略带吐气的妹子 和一个头发稀松的老伯气密 这鸡皮疙瘩掉一滴的场景 也能把全场的观众笑得乱颠 这一段更是让前两排的男观众笑得差气了 究竟是小编笑点高 还是这满场的观众笑点太低呢 这不禁让人猜测 片方所谓的全程178次笑声 真实度到底有多高 据观察 这是一个100人左右的小放映厅 观众都穿着轻凉短打 80%以上为女性 气息观察这些笑脸 偶尔会不会笑得有些作作 偶尔又有些矜持呢 而在已经公布的片花中 很难找到能让人会心一笑的经电台词 好吧 毕竟影片未上映 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希望这不是一部成全自己恶心别人的贺岁片 娱乐经历 小编感觉再也不会笑了 综合报答